就吃一吃它就這樣子 明顯就是要傳給女朋友看的嘛 然後其他人不知道就說 欸 你為什麼不在拍這個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拜一個理由說 沒有啦 就在打門了 然後我就走到前面下的浴室 反正浴室門是打開了 我就看到一根 全弱 頭髮滿滿泡泡 伊尤南京這樣子 欸 我們也有一個奇蹟啊 就是我們四個突怪錢要尋人的那個 那時候我心裡面就想說 應該會在海邊遇到 我就隨便上了一台車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閉著眼睛你就載我去 結果後來 喔好條 就到 好條 欸 尷尬 好條 面白放鬆 只是第一屆戰力透的大會 是 上車要上車 算單而已吧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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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啊 確實 哇 因為我們這次真的是很多人啊 那首先是我們 曼財少爺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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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大桑第一次來面白放鬆 對 對對對 蜜桑像是黃槍有來過 對對對 對 好尷尬的黃槍 一直這樣吃 下流的黃槍 好還有我們菜冠雙桃 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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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我們的 哈姆 好 OK 哈姆也是第一次來放鬆嗎 不是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像梅來一樣 對 不說話就這樣 也不喝主菜 也不做效果 也不笑 哈姆你今天帶你來看 你的 你也不笑 然後也不哭 然後也不見 你跟我請問會哭啊 好歹放個屁 好歹你 好歹你 有點狗屁 好不好 哈姆今天OK嗎 OK 哇 真的有問題 其實他們五個就是 慢才是要主 對對對 對對對 已經做了兩年了對不對 三年 三年 做三年 觀眾二十幾個到現在已經 掌聲鼓勵 做起來了 做起來了 終於做起來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囉 拍照還沒拍照 拍照還沒拍照 我以為你要巧妙地進入 沒有沒有沒有 規則就是 剩下你就去喝醉看 買票進來囉 遊戲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隨意聊天隨意爆料 考驗每個人說故事的能力 進入企劃之前 直男人生廣告又來了 這什麼 這不是張張腳嗎 噁心死了 卻吃到張張腳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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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剛剛是你在BBOX嗎 你在BBOX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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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頭了 看到頭了 看到脖子了 看到脖子了 脖子了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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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長底路 那首先我先來貢獻第一個囉 麻煩你了 搞笑對抗那一次結束之後 大家真的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結束之後還有去慶功宴 那一次是我覺得我看到大家最不一樣的 因為所有人都喝醉了 對 欸你們有夠麻煩的 對 那天基本上有喝酒的人都斷片 因為牧生哥平常是有老婆跟小孩 我現在還是有喝醉了 你們可以嗎 你們可以嗎 因為那天特別因為演出完才可以跟我們大家喝酒到那麼晚 對 對 難得啦 脫漿的眼髮一樣 對 你是脫褲子的眼髮 對 那就是他朋友的店裡面 門口喔 裡面有廁所吧 也沒有人在排隊吧 真的 在門口尿尿 欸 沒有我要先解釋一下 因為那個盆栽是我朋友種的 他那個 他那個 沼子有沒有 太緊張了 他那個極子啊 他長得不好 橘子喔 橘子嗎 但我看到你的橘子 什麼東西啊 欸最過分的是什麼你還記得嗎 因為你一個尿好像有點寂寞 來他們過來 他們一起尿 我忘記他們有沒有尿了 可是我記得他雞雞超小的 我一直 你叫我尿的 他現在是尿了 對對對 這天他講了很多溫暖的話 因為你喝醉了變得非常的感性 而且你還是問一句明言 為什麼我會給你看我們的老二 因為我愛你 上面在哭上面也在哭啊 哭了 哭了 梗咸那一天也超扯的啊 不過從來沒有看過梗咸喝那麼醉過 平常的形象就是很自律啊 煙啊 什麼一些 都不碰 運動人設很健康這樣 我怎麼判斷他喝醉 我來聊聊聊 然後聊過去 看到他在那邊抽煙 真的假的 這個煙屁股而已 應該是有誰塞給我 有了他塞給我 只剩一點點而已耶 可是他抽得很不像第二次抽耶 感覺像是有吸進肺部 你問他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你有誇張 沒有 你有喝醉吧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趁著我們大家都不記得 他會加一點油 對 因為沒有人可以證明 常常講完 我真的有嗎 他就有有有有 我沒有記得這個回憶 你回去了是不是 他先走他第一個先走的 我發現到Miki上 如果有聽懂你的中文的話 你後面他會重解你的句子 當他聽不懂的時候他就會說 了解 Miki上你有在那天聚會跟我說 阿亮 你是跟我們同一國的人 哈 你跟我還有康康 還有罐罐 我們是一樣的人 尤其是你阿亮 我很久以前就很欣賞你了 但與共心宴你演了一個單人段子 雖然不好笑 但是我覺得你跟我們是同樣的人 Miki上我完全沒有演過那個段子 然後我就回他的時候 他就說 喔 了解 他一直在稱讚阿亮 阿亮 你是我認識當中 大喜利最厲害的人 哈 第五名 沒有 他就說 你的答案很好笑 但是要在第五個出 那這樣的經驗我們很多 而且日料日完之後 冥翔就很常喝醉 然後就會給我罐罐啊 我還有日料日成員講這些事情 就哇你們很棒 你們很棒 很感動了 哇 蔡童你很好笑 哇 罐罐你很會寫段子 哈姆 你最近還好嗎 真的 對 哈姆的讚美去哪裡啊 哈姆完全沒有讚美 一乾淨滿在理由你的生活 我想要跟蔡童相同一起表演 所有邀請他們 對 不請自然 對對對 哈姆上姓滿在理由你啦 表演者對不對 研究所 研究所 更高人 食神 披薩現在也是喝醉 剛剛在休息室跟我們講說 她老婆跟小孩 昨天回日本了 哈 所以她今天是自由之聲 然後馬上從她袋子拿出一瓶紅酒 什麼 哆啦A萌萌萌 她有三部長特別跟我說 欸 蔡童 麻煩你這個老婆小孩在日本的這個時間 是是是是 帶我去好好玩一下 對吧 對吧 三部長我心不懂什麼意思 你想玩什麼 台灣人有什麼你想玩的 跟你們一起去咖啡廳 你來 咖啡廳都變了 我的酒店啊 夜店啊之類的地方 那個我 我這麼多次 來不及啊 來不及啊 他們滿帥吧 年輕的時候受女生歡迎 可是她結婚之後幾乎都沒有跟其他女生聊天 對 所以有一次呢 我們跟應該十九二十歲的女生 一起喝酒 他們超級緊張的樣子 他們問那個女生 你是哪裡呢 你幾歲 可是她的表情是 可以摸衝不 可以摸衝不 太快了吧 你是幾歲呢 好噁心耶 好噁心耶 想不出來了 想不出來了 今天是A店採訪的樣子耶 好噁心喔 你是從哪裡來的啊 你的習慣啊 體會是什麼 對 用體會太奇怪了 對 我們廖六十歲我們會聊一些戀愛的話題 商務長都沒辦法加入 我們演出完之後我們兩個人走在街上 兩點多的時候 然後商務長就突然就說 蔡草我已經很認真是要跟你講 我以為她要跟我聊搞笑的話題 然後她就說 我的蛇吻技巧超好的 然後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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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超長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他想讓所有人知道他的蛇吻技巧超好的 所有人嗎 然後跟我聊兩個小時 他有多會親親這些事情 為什麼不是裝傻技巧 蛇吻技巧 蛇吻技巧 沒有但他說他很喜歡甜女生的意義 哇哇哇 很喜歡甜女生 沒有錯 厲害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如果有參加日曜日人 知道他們有一些固定的梗嗎 就像剛才那個哈姆OK嗎 OK 還有那個哈姆OK嗎 OK 最後一個真的哈姆OK嗎 OK 沒有其他的啊 頭髮又有個字而已 可是我覺得哈姆現在也變得很有自信 大家來看搞笑對抗就知道 很多人的心目當中的MVP是哈姆 那天哈姆太帥了 太怕了 對 哈姆的饒舌整個就是 真的 真的 雖然那一段饒舌跟搞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只是運腳很多而已 對對對 沒有人是笑每個人是歡呼而已 因為哈姆搞笑就看賽舞完之後 他變得超有自信的 我們的跨年演出 下面有六百多個觀眾 其實大概有四百多個人是不認識我們 但哈姆那時候太有自信了 他不是有一首很有名的 去麥當勞了嗎 然後在唱歌之前他就說 下一首我要唱什麼 你們說 完全沒有人講話 然後就把麥克風電回來 沒錯 去麥當勞 沒錯 好帥 好帥 超帥的 開始唱的時候去麥當勞 酒去 還是怎麼樣 對吧 然後最後我們慢才師兄 全部上去幫他做 對 然後他還在那邊 我是誰 那我也沒有用力 可是這樣子應該不會掉粉對不對 掉了四十幾個粉絲 掉了四十幾個粉絲 還好 阿亮有一個掉粉更誇張的 我最近有在玩衝浪 然後衝浪其實是一個蠻危險的運動 那個板子其實很硬 如果你在浪上面沒有好好控制的話 那個板子會噴出去 然後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站在板子上了 我很開心 我就要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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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剛好來了一個我最喜歡的AV女優 叫七哲美亞 因為哈姆以前做過成人產業 對 所以他就有認識裡面的 然後他就幫我介紹說 可以直接 進去裡面跟七哲美亞握手加拍照 用很破的日文說 我是台灣的歐阿來給你 我是台灣的搞笑藝人這樣 跟七哲美亞握完手之後太開心了 我走出來的時候拿著七哲美亞 送我的照片報道 然後走出來跳的時候 旁邊有四五個男生這樣子 欸 又不是拆光衝衝衝衝衝 對 這個前列車很危險 他其實一起去前列車的時候 看一個很性感的 旁邊的人一直看著我 你絕對知道我很重認 好危險喔 可是這樣達哥怎麼敢去啊 他應該更容易被認識 達哥去很保守啊 就讓我們後面看一下 然後笑笑我們呢 這樣子那種 但我有一張照片是我們四個人 跟一根超大的屌子這樣拍到的時候 董萱有一件事情我憋了太久 今天終於可以講了 那時候他也認為有女朋友會 是一件掉粉的事情 但有了女朋友之後 粉絲想要傷亂 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女朋友之後 我知道而已 連他們都不知道 欸過分 工作人員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他覺得 還不確定還沒那麼穩定 曖昧的狀態 就是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就吃一吃他就這樣子 明顯就是要傳給女朋友看的嘛 然後其他人不知道 就說 你為什麼不在拍這個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掰一個理由說 沒有啦我剛好開到相機 所以拿起來順手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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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好按到相機 既然都按到了 所以我就這樣拍一下 我都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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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第二次 在工作室排練 連技術人員都站 就有訂飲料 那個飲料好像是蠻特別的 然後那時候他就這樣子拍 因為他平常很少做這種 換拍的事情 很像說 欸我只要拍這個 沒有啦我剛剛換手機 我測試一下夜拍公認 對 那麼厲害的情況下 測試夜拍公認 對因為他其實 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臉皮很薄 他要拍的時候都會這樣 根本沒辦法倒背吧 可是又做得很明顯的問 你在幹嘛 沒有我在測試夜拍 那你不要怎麼測試夜拍啊 因為昨天我知道 我連吐槽都沒辦法 那我想要講一個 就是 你要不要講一個 你那個 不是你要講一個 誰要講一下 誰要講一下 我想要讓他講 他想要真粉的事情 那個不是為了真粉 大家知道我去拍九把刀的電影 那那個才出現0.5秒 那我之前還有去拍另外一個 那這禮拜五 2月2號會上映 叫做愛愛內涵光 這個我是在前年 2022年年初的時候 被問 他就問我說 願不願意去拍 男主角的爸爸 的年輕的時候 的性愛場面的替身 還要去拍床戲 年輕的時候 還有很多個人 你是性愛的那個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我連一般的戲都沒拍過 我就拒絕了他 我說 我沒有經驗啊 你拍什麼床戲啊 怎麼可能 白癡喔 你有沒有說白癡喔 我心裡這樣想 然後到五六月的時候 又突然問我 願不願意再考慮一下 他說他有找其他人 可是其他人都放不太開 你又知道我放得開 他從哪裡得知你是很放得開的 他原來是最好 有五包的人 對啊我就說 可是我真的沒有拍過 他說沒關係你一定可以 我在網路上看過你 我也沒拍過床戲啊 你看過什麼 看過什麼 不然認成誰了 然後我去了之後 他就說幫你介紹一下 跟我對戲的人 很冷辣 講過慢柴的 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緊張 我們在床上當作講慢柴 我是裝傘 你是吐槽 用哪裡吐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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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慢柴啊 而且我不會露臉 那時候化妝的時候 我只化我的後腦勺 反正他後來去了 就像AV男友一樣 會穿丁字褲 但後面看起來就很像是 沒有穿內褲一樣 然後會先試戲一次 在試戲的時候其實有點反應 但正式開始拍的時候 就很緊張 因為你就要記 三下的時候打個屁股 三下之後抓頭髮 他出錯這樣 好像都蠻順利的 然後導演就突然說 想問一下你幾歲 就33歲 你好像太猛了 現在你演的是45歲的人 45歲的人 沒有那麼猛 我想表現一下 第一次 你是幹什麼 我不能在那邊上丟臉 我不能在那邊上去丟臉 你就只要屁股而已 我說不行 然後有點累 然後上節目接下節目 太有趣喔 我也有遇過這種 試鏡 然後拒絕了好幾次 他一定要我這個人的意思 真的嗎 喬瑟夫有一個短劇 他裡面有一個角色 他說一定要我去 我第一次也是說時間上不行 然後他也是邀了好幾次 喬瑟夫說 這個角色一定要你 你配才有那個味道 不然的話沒辦法做 就只好找了一個 下午的空前 喬瑟夫居然要我錄一個 狗的叫聲 對 你那誰 沒有人知道那個段子 是我演的 那狗叫做長什麼樣的 他那個段子就是 他去一間拉麵店 然後那個老闆是一隻狗 他會有很多個要求 喬瑟夫這樣可以嗎 這樣太行嗎 可以吧 什麼條啊 因為檔案上面的名字是什麼 滿意的狗叫聲 什麼 我覺得就是有一種 你們兩個以前是組合 可是 他想在這裡完成組合的夢 可是 因為我錄狗叫聲馬 只花了15分鐘 一錄完之後 欸好可以跟喬瑟夫去去救 欸喬瑟怎麼樣 沒有要回去 那我懂這種喬瑟 在劇本上的一些 奇怪的藝術堅持 因為以前也找蔡冠拍過 一個叫魷魚遊戲的短片 然後那個也是說 一定要蔡冠來演 然後那個角色就是我們兩個過去 然後被各種海鮮打巴掌 對 魷魚啊套題舞什麼都打你身上 然後哈姆去演的都是被欺負的 這些菜館找我拍一個企劃 硬漢只決定戰 要比賽誰最可以 像男子漢堅住所有的事情 一個環節是要喝掉 一整罐的威士忌 然後另外一個環節是要被打 然後不能叫出聲這樣 結果那天 我喝了一整罐 然後被打得到要命 結果那影片一天就下架了 因為哈姆有一種很無辜的臉 其實到現在 我還是有點在意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像這些人 我們被打 我們會這樣 很笑 讓觀眾覺得說我們其實不痛 哈姆那天被打一直這樣 人家都被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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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哈姆至少上來留下架 其實我們不會痛 不好意思 剛剛他沒有這樣 他直接上去留住什麼 我也是去請律師 他才說 他才會當間 他欺負他 以火勝陣 想裝傻 小顏色我馬上就下架了 我想要聽Oda-san講 梗仙那個 很危險啊 因為梗仙最近開始咬貓咪對不對 對 我可以講嗎 你不是蜜蜜蜜 貓咪可以吧 說我的貓做什麼 我跟蔡豆去你家看毛咪的時候 人家跟我說 因為毛咪很小 所以我先要洗手 但我覺得這個是當然的事情 ok ok 所以我去遊戲 但是我馬上看到寫著 日文的盒子 寫著那個 歐牌 きもち 中文是什麼 中文 你不是藏的滿理念的嗎 最前面 可能剛剛用完 剛剛丟掉了 所以他不是有一次 我們去台南演出的時候 他也被房客發現嗎 不是房客啊 為什麼會有房客來啊 你不是演武房客 房務啦 房務人員 然後他不曉得為什麼 去巡迴才短短幾天而已 然後帶飛機杯去 他飛機杯還冰在冰箱裡面 想說不要被發現 結果沒有 他打開來那個房務人員 送一個小蛋糕 然後上面寫著說 麵白大丈夫 歡迎你來入住本飯店 然後旁邊放了他的飛機杯 天哪 麵白很特別 沒有吐槽的觀點 一個不可以跟三個別人帶的 感覺如果我們要帶飛機杯去 你現在比較少帶了 沒有啊 沒有啊 而且他現在的設備變高級了 他還買了VR 我去過他家看過了 有那時候牧生我也給他帶過 真的很正大 然後有人來家裡就說 來來我給你看個東西 這不是玩遊戲的喔 來來我看個片給你看 而且菜頭是不是很常去耿賢家 我跟太年長吧 因為耿哥家有貓咪的關係 大概每兩天會去賢哥家裡 應該是一個貓咪酒吧 是為了看貓喔 然後買一些酒過去那邊喝嘛 然後上次好像是搞到對抗賽完之後 賢哥喝很醉的那一天 4點多他很開心 我說賢哥差不多4點我要回家 他說沒有 看貓一下 那你騙女生是不是 沒有啊 你來我家看貓 你來我家看貓 因為賢哥不是肌肉很大嗎 所以我壓不敢很重 我跟賢哥差不多5分鐘 因為我可我媽起來 我希望她知道我在家啦 這樣她說好沒問題 那5分鐘後我都把你叫車送回去這樣 一到他家忙 他就倒在客廳 3分鐘後就睡著了 行哥睡著了但我不好意思叫他起床 所以我就調了5點半的腦袋 好那我也陪你睡一下這樣 我把他打到前面睡著 半腦袋過去了吧 突然間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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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定要洗完澡 我才能上床睡覺 已經是一種自動導航了 對 自動導航了 其實貓通常是很怕人的 你已經去到貓咪很認識你 台湯那天看著我跟貓咪的互動 他說我是台灣貓咪的未來 對 我前幾天是第一次去他家看貓 我打開門 貓咪以為是菜頭來了 怎麼可能 你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我以為不是以為 人家怎麼知道 要怎麼證明 他有說菜頭嗎 打開如果是一個人 就知道是主人回來了 然後他已經認定就是兩個人 第二個人就是菜頭 或者是可能歐大賞 你的腳步聲差很多吧 對 沒有 很沉重 很沉重 Miki 咱也說 我們是一個裝傻三個變態 對 他們想要講一下貓咪的變態的歷史 本來就是因為我之前都跟其他三位 面白師妹比較熟 所以跟貓咪還沒那麼熟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我看我的LINE好友 貓咪加我好友 因為我有鎖好友 所以我怕說前面的訊息我有漏掉 所以我就密他說 欸 嗨 牧生哥 請問你找我怎麼的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 我想要給你看一個東西 結果他傳一張照片來 這張就屌兆 為什麼啊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完全是不同的角度 你這屌兆有不同的角度 什麼啦 然後他就說 找我有事嗎 嗯 不是你先密我嗎 為什麼你會跟我說找我有事嗎 我想說我現在是要來高好 不要等我 這是什麼遊戲啊 不是啊 順著來想說 有一個東西要給你看啊 然後我就拍 怎麼連誰了啦 是誰了 你有了嗎 你怎麼會是鳥咧 我會是鳥咧 那也是我的問題嗎 那也是想說 他要來 那我就玩到最狂了 真的嗎 他那邊講 但我以我這邊角度 他母收到屌兆的時候 他只一點滿幸福的 真的假的 他拿著嘴一下 你真的要藏給我這個 我是他最疼愛的後輩 對 穆森還有一個就是 萬聖節的時候 那時候去泰國吧 那時候其實我們 面白很麻 那時候有商業 要拍片 還要拍個地位萬聖節 要交照片 一直tag大家也tag穆森 tag全部人說 什麼時候要完成 然後一個訊息都沒回 然後回到台灣的時候 終於回第一個訊息 是在職人生9 的演員群組 來一邊是品羽 他就說 品羽生日快樂幸福喔 真的假的 第一句話就是 助品羽生日快樂 我們的訊息 我們訊息 那我怎麼會知道他生日 我怎麼知道 應該是FB跳出來同時吧 你看這段要怎麼跟毛毛解釋 不用解釋啊 我跟人家助生日快樂 到時候不會我們訊息問問事情 有團吧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紅點 你就會點去一半 一個情侶按出來 都點進去就回吧 太多訊息 你把賴當遊戲這樣 破任務是不是 按掉按掉 你有時間傳屌兆欸 不同時間啊 對 他們的事件完之後 他半夜兩點蜜我 看到陸生哥去 嗨嗨罐罐 輪到我了 輪到我了嗎 最後的寫故事啊 因為我 也有傳給宜辰欸 他不是有公關 怪怪怪 沒有啦 要把他封鎖了欸 對啊 他們很期待吧 誰心態 還是你開放一下ID 大家家裡的話 你就傳過去 咦 所以對抗比賽的時候呢 隊伍是怎麼分辨呢 我跟布瑟還有 康康山啊 很糟糕欸 因為沒有吐槽 然後那個變態跟白痴 白痴是你嗎 康康山的壓力超大欸 對 百分之八十就是 康康山給我建議 但是我們兩個人聽不懂的 然後你的笑點全部都是 裸屁股的 裸翼 而且我們在討論那個段子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都是康康哥在主導 一分鐘的 然後呢 Meggie桑一直很想要 有那個蝴蝶 康康哥一直覺得很爛 所以他每提一次 康哥就會 我覺得喔 可能觀眾看不懂 然後到後台的時候 然後他就 走過來跟我說 什麼 什麼 小蝴蝶 他想要蝴蝶了吧 他叫我去跟康哥講 真的康康山的壓力很大欸 對康康山的壓力很大欸 對康康山的遊戲 幾乎都是兩三個人一起要玩吧 結束後問康康山 欸你最喜歡最好玩的遊戲是什麼 他說突變大實力 因為突變大實力 他一個人可以玩 講到康康哥真的在搞笑對抗 前面有一個彩排的時候 康康哥好像被 快要弄生氣了 喔 對 完了 我們那時候彩排可能會先順一些流程 我們因為是搞笑藝人 所以順流程的時候 會想要也來搞個笑 然後輪到康康的時候 他可能也想要來搞個笑 那時候有一個節奏 可能音樂一結束康康要來搞笑 然後他就這樣 剛好面對冠冠的時候 音樂還沒結束 冠冠就說 康哥生氣了啊 直接斷他的節奏 他絕對會生氣了吧 他有一貫是我們要排一個順序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在那邊騙康哥說 康康你站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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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他好像真的生氣了 而且他是直接切斷彩排的時候 那個到時候是可以這樣子的嘛 是可以這樣他話的嗎 是可以這樣他話的嗎 是可以生氣的 但之後他因為真的很想要把這個康哥生氣 弄成一個梗 我們前幾天在喝酒的時候 他真的在康哥講了什麼話 空氣凝結的時候說 康哥生氣了 然後康哥很溫暖說 我沒有啦 成功了 我以前被康哥生氣了 我是康哥的鼓掌 就是我如果看我那種 一個小時日本的搞笑藝人比賽的話 我就會揪所有的漫才師們 一起到面白家 然後一起看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說 那我們大家十點的時候集合 然後康哥八點的時候打給我 我也認真你們在哪裡 我說我在家裡啊 不是約八點嗎 蛤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 直接還在家裡喔 不是約八點嗎 康哥十點 他說不好意思 他看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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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前面超級兇的 他的聲音不是很厚嗎 很可怕 沒有磁性 好可怕 但是我懂這種 震驚的人遇到不震驚的這種 無奈 像之前我們有一群漫才師去泰國嘛 阿賴跟蔡董我們去按摩 那我們就查了附近平常比較好的按摩店 那我們就問說 欸我們三個人可不可以安排按摩師 然後他說啊按摩師沒人了 然後我第一個反應是說啊 那我就查在附近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開始跟那個店員說 NO WHY I WANT MASSACHER 他沒有在想辦法 不知道 玩完了 這樣有什麼用啊 我們不是搭了一台 可以坐大概八個人的場 然後放一些泰國的店員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突然就沒有了 然後那個時候也只有賢哥在想怎麼辦 所有人 WHY MY FRI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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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超恐怖的吧 WHY MY FRIED 因為我們是在交流道上坡的時候 坐在那邊 對 那後面有車位這樣掛 有一個影片是 那個車子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這邊嘛 它就這樣直直往我們這邊走 然後到快那麼近的時候才斜過去 然後就有錄到一個 耿賢哥死錢的最後一句話 還沒死啦 就如果出車禍的話 我們死錢聽到的 會是耿賢哥的 小心 欸有那個SOS 欸 欸 欸 感覺被救護車叫好 我們也是 WHY MY FRIED 然後隔天 蔡桃去做地下的 他會再癢 然後奇特再癢去想去的地方 奇特還半熟 他也沒有了 他臉賢哥打給我私訊的時候 欸你怎麼那麼晚還沒到 我說我現在就跑步 泰國日常 WHY MY FRIED 還有一件事情 那個其實還沒講完 那個剛才高中路 他不是沒有了嗎 嗯 然後我們在他們等了大概三四十個 然後十一點多 他後來就請他的朋友司機開車 再載我們下去 載到我們飯店的時候呢 他的價錢一模一樣 他沒有任何要便宜 然後勞告就生氣了 是 我不是勞告 泰國時常很生氣的跟司機講話 但泰國時常英文太爛了 對 他只是一直用各種情句講Dangerless Dangerless Dangerless WHY Danger Dangerless WHY 你剛剛講爛財而已 這次去蠻多人 還有很多後輩 像語言時代 單地啊什麼 去了六個是不是 對 他們在那個群組裡面 就一直分享想要讓我們羨慕 然後他們分享的第一張 買那邊泰國的衣服可以很便宜 然後他們不曉得發了什麼神經 七個人全部換一樣的 都一樣的 無銷的衣服 真的超級像Gay人 對 對對對 七個人的話還可以 我們分開買東西 兩個人的衣服 真的超級Gay人 對 然後兩個人同事總 就會變成一個帥 可以嗎 對 你們跟泰國人比起來 又是白白胖胖的 你才胖胖的 我敢說 沒有人胖胖的 我敢說 然後兩個站起來真的超級像Gay人 欸 但泰國你們不知道 我才很逆嘴的事情 欸那是搞笑耶 對 你們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這種人啊 真的出意外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很表演 啊 要死了要死了 然後我就在看 好好笑 我們三個都上岸了 他還在游嘛 我在抽菸 然後他就一個人 啊 他超大聲了 然後我走一對哈姆子 所以果然在搞這個 溺水的時候你真的很可怕 你會一直掉下去 然後想要起來換個氣 所以我起來的時候 想想救命 只想要出救而已 救 Why My friend 這時候不要講英文了 欸但是好久我還活著 欸 不然我們群人有幫我這樣一直聊天 對啊 廢話 是沒錯啦 廢話而已 泰國的詩季有一個 中文很好的 哦 對 唱甜蜜蜜的 對 然後本來是甜蜜蜜 可是那個泰國詩季都會唱甜蜜蜜蜜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吐槽多一個蜜 為什麼你怎麼叫甜啊 泰奶的關係 好笑喔 然後笑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我們還叫他彰化 整趟程40分鐘都只是一直 甜蜜蜜蜜 然後多一個蜜蜜蜜 然後多一個蜜蜜蜜蜜 之後 所以我一直覺得 其實哈姆會人場 一部分是菜頭愛的 真的欸 超冷蜜蜜蜜蜜蜜 他就把他推下去欸 會樣買嗎 對 對嘛 很難做吧 太過了 所以說還聽到而已 菜頭真的很喜歡有一些固定的冷場衣 菜頭一定有一個冷場衣就是 這個是為了冷場而做的 對對對 我們去泰國花了很多錢 花多少錢 我大概花這樣子 五千五千 沒有沒有五顆地瓜 不能這樣CUE欸 對 不能這樣CUE 你這怎麼CUE好可憐 你不是找我好幾年的前輩嗎 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最主要是要講 因為這一個裝傻 泰田場好像有一次真的扭傷腳了 對對對 對 可是他在哪邊很嗨吧 嗨嗨嗨嗨 嗨嗨 嗨 有他受傷了 但是泰田場那一天會扭到腳的原因 是因為前天 這位女生在酒吧跟女生跳舞 喔大概這樣子吧 5次 沒有5次 可以嗎可以嗎 他們一樣嗎 一樣嗎 你要往奇怪的方向走 哇連續記耶 然後重新開一個話題 重新開一個話題 在2023年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大家相信奇蹟嗎 我想找奇蹟 畫題筷子 這個話題是可以找的 你說奇蹟 他媽的鬼故事耶 奇蹟奇蹟 那才不是 奇蹟奇蹟 我們去高雄演出這麼久 演了三年以上 每一個六隻都會去一間咖啡廳喝咖啡 因為他們咖啡很好喝 去年底的時候 三年來第一次店修 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養到貓 但想養貓 我查了附近的咖啡店 發現那間店有養兩隻貓 那時候我想養的兩隻貓 一隻就是黑色 一隻是白地虎斑 那間店裡面就是養黑貓跟白地虎斑 哇賽 奇蹟啊 用不了 用不了 我有一個奇蹟的故事 喔你有一個奇蹟 國中的時候那時候什麼 我知他很流行 裡面就有個超級 稀有的卡片叫做打擊 然後那個時候我真的 朝思暮想 每天都在想說我好想要打擊 就有一天晚上 我夢到我抽到他 然後我隔天就抽到 這才是奇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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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來一個更奇蹟的故事 來 剛剛那個是去年底的奇蹟 我來一個奇蹟 奇蹟沒有那麼平凡的 奇蹟太廉價了吧 奇蹟太廉價了吧 剛剛去年底的奇蹟 所以我今天來個今年初的奇蹟 我去了日本 然後我在回程的時候 先來個奇蹟的前菜 奇蹟套餐喔 對 28A要上飛機 然後我的座灰是28A 簡單的奇蹟 然後後面的奇蹟更屌 那時候我們 要在一個休息室集合 然後要搭接駁車 去飛機那邊 隨機的排 我前面剛好是兩個日本的妹子 蠻可愛的 到了飛機上 我坐下位置 那兩個日本妹子 又剛好坐在我前面 奇蹟 你怎麼跟他們聊天啊 奇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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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的時候 我們跟班台少爺市長 拍一個交換禮物的活動 我收到探險場的禮物 是一個不倒窩 他有一個習俗就是說 他的眼睛是白眼 然後你要用筆 畫他的眼睛 然後許一個願 如果願望實現的話呢 你再畫佑朵 代表說你的願望成功了 然後那天呢 交換完這個禮物之後呢 我就許願說 我最近想要跟一個很可愛的女生約會 結果我隔天 就在現場跟兩個日本女生搭訕 然後現場就在約會 這個才是奇蹟 我真的有一個奇蹟 大家常常會覺得 不可能遇到 跟自己有一模一樣的 長相的外表對不對 我到泰國 每個跟牧生長一模一樣 奇蹟 奇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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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也有個奇蹟 就是找菜官哈姆 然後在工作室 就是他有養狗嘛 那時候我們就說 把狗帶來把狗帶來 然後後來就問說 哈姆你有試過 你的狗會不會救你嗎 就害你裝屎看看 然後他就倒在地上裝屎 然後他的狗馬上在他旁邊 拉了一坨屎 給你屎啊 然後我們輸一半喔 這個是奇蹟沒錯 什麼我們 我還會跟同隊呢 我有一個你的奇蹟啦 你在去北海道之前 79公斤 去完北海道回來變 89公斤了 奇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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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做對不對 什麼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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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剩再來結實了 哇賽奇蹟啊 剩結實了 奇蹟 欸我們又有一個奇蹟啊 就是我們四個突怪奇蹟 要尋人的那個 那時候我心裡面就想說 應該會在海邊遇到 我就隨便上了一台車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閉著眼睛就載我去 結果後來 奇蹟海水浴場 喔好可憐喔 就到奇蹟了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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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到的故事對不對 我們最近跟他一起去音樂祭玩 我就說大概約十點 在新店前 對 大概九點四十五分的時候 蔡豆給我們一個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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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豆說 我會玩到黑黑 罐罐跟漢姆也馬上說那個 我也是黑黑 我也是黑黑 可是看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已經到了新店 那是因為說我到了黑黑 對啊對啊對啊 在歐大傘面前 好像可以讓人家撒嬌的前輩 歐大傘中文其實算講得蠻好 所以每次只要當有 日本的搞笑藝人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想要展現 他們中文也比較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沒有 Miki-san的日文講得蠻好的 日本人嘛 而且三五的日文也沒有那麼好 每次日本的搞笑藝人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想要在歐大傘面前展現出 我們其實也懂一點點的字文 上次政內志澤上來的時候也是 對 他們來台灣的時候也有一次一起拍影片 我有點擔心的事情是 面白的影片 要怎麼打字幕 所以我問東軒 他說沒問題 我其實他一向都聽到了 所以面白先打字幕 然後聽不懂的部分我看 結果他傳給我的影片 一個字幕都沒有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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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字幕都知道了 可是我覺得Miki-san為什麼在日本的搞笑藝人來的時候 然後Miki-san其實也不多話 聽不懂 聽不懂 聽哪個一點點 為什麼 進入很難來 進入很難來 你們都是日本人嗎 可是那個 我一直忘忘忘了 而且太久聊得 你們是太快 所以聽不太懂 真的 那天來的時候我覺得比Miki-san更過分 其實哈姆太難了 就說政內志澤來了 然後所有人站起來 然後這樣舉功舉功舉功的時候 然後哈姆突然在那邊喝水 然後要喝水 很空 日曜日是不是很常會出去喝酒 滿常的吧 但是在日本是不是前輩一定要請客 對對對 那有一次呢 哈姆我們一起吃小肉時 特地傳給我LINE 謝謝前輩今天請我吃小肉 很好吃很開心 有點奇怪 已經請你吃飯 100多次吧 可是 可是呢 親小肉的時候第一次傳給我LINE 那天酒喝了有點多 然後突然覺得好幸福的感覺 然後想跟前輩說一下 就謝謝你這樣子 對你來說 小肉才算是你的請客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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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家都是還好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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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上次呢 他親給你烏龍麵的時候 那個他吃烏龍麵的時候 真的難吃耶 CAMOSA吃吃看 真的難吃的烏龍麵 真的沒禮貌 現在是真的可以 這個到後台的教育好不好 這個不要看他面前說好不好 沒禮貌 我有阿亮的 來 給我 你的吐槽點有點奇怪耶 上次那個我們一起去看漫長 Open Mic的時候 表演者是第一次上台的 所以觀眾的反應也是沒有那麼好 可是我比較喜歡 吐槽的人的那個特別的感覺 所以我會笑 結果他跟前線 他們才不要笑耶 他們認真表演嗎 沒禮貌 你才沒禮貌 搞笑的表演 要笑耶 有點搞不太清楚了 其實亮哥每次都超怪吧 達康的尾牙 然後不是有那個發紅包的環節 今年很多新人吧 基本上大家都不認識 那我們不會吐槽這個點吧 抽出來一個人 沐沐 誰啊 沒有沒有 那個狀態 我跟耿賢都會 我們很喜歡 躲在後面那邊啟齁 誰啊 大哥 頭髮沒了啦 大哥 你有講什麼話 他有阿 你今年常發生 我回去的日本 我二月二十五號 回去的日本 無聊 無聊嘛 屁啦 對不對 因為每次任何演出啊吃飯 只要星哥亮哥見面都會這樣 光光啊 這有什麼有趣的啊 開始想就有趣了 那我硬講一個 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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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沒有 那時候二三的尾牙 然後有新人抽到紅包 對對對 他就一直在那邊 悲爽到 然後只要抽到冷很冷 我就會答應 垃圾 或是抽到酒的話 他們會說下掉 然後抽到不是酒的像衣服 下掉 下掉 如果你們兩個越講越興奮的話 就會被罵髒話 欸好爽喔請客請客 媽操 男生上就是喊 露體露體 躲在後面很有趣 對 幫忙突然前面都不會敢講話 好不好 好 那我最後跟大家兩個話題 露體賞是一個 四十歲的單身漢 然後山目賞是一個 四十歲結婚的兩個小孩 你們比較嚮往誰的生物 沒有其他選擇 只有這兩個 就是 前面一樣的 四十歲的單身漢 他山目賞是好的 他沒禮貌欸 上次我們一起喝酒的時候 我不想要過成一個 山目賞竟然的生活 我哪有 姐姐跟我說 沒有沒有 不是我吧 屁啦 感覺山目賞生活很幸福吧 像後間女兒 有一些影片就像是可愛 對 陌生應該可以比較理解 就像我們兩個出去喝酒 都會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想跟我你的生活 我們是非常的享受在家庭生活中 如果老婆要離開一個月 對 我們會很開心 昨天那個老婆的老婆跟女兒也是 回去教育 是 你有時間嗎 今天把老婆跟女兒送去日本在什麼 沒有啦 老婆跟女兒要回去日本一個月 你會跟他 啊好捨不得喔 會假裝一下嗎 你不要去 當然啦 這個是很重要的表演 太適合了 太適合了 來一點 來一點 當然啦 我羨慕太點了 因為他可以去泰國啊 或是那個跟後輩一起喝酒啊 對 然後那個酒吧跟那個女生一起跳 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啊 你不穿得可以嗎 你也跳舞 你也跳舞還一個 其他沒有做完的啊 你也行比較重要 你也行比較重要 這兩個交換 換其他 時間差不多了 喔差不多了 好那謝謝 今天是朋友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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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感謝各位觀眾 第一次嘗試這個企劃 真的是一個半小時 一直隨意聊到底耶 爽欸 哇真的是很開心啊 好那我們每週四月上台新的影片 謝謝大家我們是 面白的老闆 謝謝